一种特立独行的动物 它们在峭壁上自由奔跑的身影 就像是峭壁上的舞者 其实在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 炎阳的活动跟悬崖峭壁无关 每天它们要花将近二十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觅食 它们的食物 薅草 台草 针毛等高山荒漠植物 都是生长在海拔四千米左右的平坦地带 但是悬崖峭壁却是它们每天必须要去的地方 在自然界中 猴子是毋庸置疑的攀岩高手 眼前的峭壁让猴妈妈都觉得危险 沿阳组团来到峭壁 它们的目的地在悬崖的中部 距离地面有二十多米 从下往上攀圆几乎不可能 岩阳很聪明 它们绕行到悬崖的中上部 开始向下行走 峭壁上 到处都是松动的岩石和土块 稍有不慎将会粉身碎骨 岩阳每天都要进行这样冒险的行为 目的是为了获取岩分 峭壁的岩石和土块里 含有它们新陈代谢不可缺少的物质 盐 高手 并不可缺少的物质 赞小头 都不是说 宣伤这种物质 很難吃 不可缺少的物质 那是不可缺少的物质 是为了 温暖的物质 这种物质 是为了 注意说 这种物质 我宣伤 我宣伤 是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